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国有八大沙漠 四大沙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一些科学家就开始了沙漠治理的研究探索 我们大家都知道沙漠治理的关键是防风骨沙 保护已有的植被 并且在沙漠地区有计划的栽培杀生植物 比如在沙丘迎风坡上种植低矮的灌木或者是草本植物 固住松散的沙里 在被风坡的低洼地上种植高大的树木 阻止沙丘移动 可是具体到不同的沙漠地区 情况则是千差万别 由于地理位置 气候区域各不相同 甚至沙字的矿物含量也不一样 每一片沙漠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因而沙漠治理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那么我国的科研人员能否找到一个适合中国的治理模式呢 为保障包揽铁路通车奋战在沙坡头的科研队伍 开始了中国最早的方杀制杀研究 科研人员们首先想到的是植物古沙 然而沙坡头风沙极大 沙丘流动性强 植物刚刚在下 风石沙埋 成活率很难保证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苏联专家把一种特殊的固杀方法带到沙坡头 利用废弃的麦草 一束束成方格状铺在沙上 再用铁锹压紧沙中 流麦草的一部分自然树立在四边 经过反复实践 大家发现 在沙面上杂质一定规格的草方格 的确能够降低流沙移动的速度 可是新的问题败在了科学家的面前 苏联的沙漠地区 气候相对湿涨 风沙活动远没有中国沙漠距离 照搬过来的固杀方法 虽然在沙坡头取得了一些效果 但能否进行大面积推广 科学家的沙漠距离 中国的沙漠横跨多个精度 气候环境不尽相同 如果麻木照搬 砸至数十万平方千米的草方格 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一旦推广失败 国家源以滞后的经济状况 将会雪上加霜 面对这样的困境 朱振达意识到 中国的沙漠化治理 必须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于是朱振达决定 再次返回西部大漠 对沙漠的移动规律 展开研究科考 这次考察是从零开始 成功还是失败 谁都无法预料 自从二十九岁踏进沙漠 家就成了朱振达 遥远的牵挂和思念 说起父亲 女儿朱振的话不多 因为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 实在太少了 父亲喜欢照相 留下了大量手稿 这些照片中 最令朱振反复回味的 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大漠风景 而是父亲亲自给她拍的 海底时代的刘颖 她一天到我家外面 回来的时间 好像就是我印象中 回来时间老就给我照相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孩子 小时候除了偶尔到照相馆里留影纪念 很少照相 可朱振的童年却留下了很多照片 每当闲暇时 她就会拿出来看看 内心总会涌起几分骄傲 这是父亲用她擅长的方式 留给女儿的礼物 朱振没有走进过 父亲工作的茫茫大漠 小的时候 每当想念父亲时 她会站在窗边陷入沉思 那时候的她 始终无法理解 遥远西部那片神秘的沙海 究竟有什么魔力 让父亲如此钟情呢 昨夜异常风阔后 阿里木阿布拉一家的篱笆墙外 堆满了黄沙 产沙护院 是她几乎天天要做的事 当地村民们习惯修建篱笆墙来防沙 可实际上 他们并不能阻挡流沙 相反 黎巴修的越高 沙力堆积的越高 直到形成一座新的沙丘 半个多世纪前 朱振达在目睹了这种流沙翻墙的现象后 获得了启发 究竟什么样的高度 才能挡住沙力 沙力在不同高度的气流中通过的数量 是否存在差异 朱振达目光的焦点 从遥远的地平线 转向每一颗细小的沙力 这些绿带秀气的小铁盒 被精心保存了半个世纪之久 当年 朱振达和队员们 亲手制作了这些急沙仪 他们看上去虽然简易 却帮助中国沙漠研究者 破解了大漠流沙中 显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天 天气预报通知 下午有五级大风 研究员赵爱国 请出了这些神器 决定带学生到野外进行试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西方国家在封杀物理学研究领域 取得了一定成果 他们拥有先进的试验设备 但由于当时的中国 对外交流相对封闭 朱振达只能依靠半办法 自己琢磨制作了这种急沙仪 要把它对准方向扣着 然后使那个最底下层的 零到两公分的要紧贴着沙面 这样就是采集出来 它分析了一个梯度分布 为了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朱振达带领队员们 在恶励的风沙天气中 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试验 海量的数据显现 普通风沙天中 沙粒基本是在距地表 0到10厘米的高层内随风运动 这其中90%的沙粒 集中在紧贴地面 0到5厘米范围内 那么在强烈的沙尘暴环境中 情况又会怎样呢 朱振达发现 即便在猛烈的风中 绝大部分沙粒 仍然在距地面 5厘米的范围内移动 这个结论看似简单 却为治理沙漠 带来重要启示 周学勇 张春来 是中国沙漠科学领域的 资深学者 他们一直在试图求证 50多年前 朱振达先生得出的结论 沙漠沙粒 为什么在距离地面 5厘米的高度内移动 有没有一种方式 能够直观地呈现出 沙粒的移动轨迹呢 它在中间 它互相碰到 对 这就会好 在实验室的显微镜下 邹教授发现了一个 有趣的现象 踩自沙漠中的沙粒 表面并非圆滑光洁 而是分布着 大小不一的叠形坑 这些叠形坑的存在 证明沙粒受到了撞击 那么 沙粒在移动过程中 究竟遭遇了什么 在北京师范大学 风沙环境与工程实验室 邹教授决定用 2600支乒乓球 模拟自然界中的沙漠环境 假设这支乒乓球 是一颗被放大了的沙粒 在风的推动下 沙粒不断地下落和扬起 乘抛物线向前移动 越移的沙粒和地面的沙粒 相互碰撞 导致更多的沙粒 加入到越移的行列中 当实验者在模拟的戈壁环境中 做同样的实验 沙粒弹起的高度 明显大了很多 也就是说 沙粒扬起的高度 和不同环境中的接触面有关 戈壁中的颗粒坚硬 结构致密 反弹力较强 沙漠中 沙粒细转 结构松散 沙粒在碰撞的瞬间 能量被削减 因此反弹力较弱 这就是为什么在沙漠中 风沙流总是贴近地面移动 王涛 朱振达的得意门声 对老师班格多士气前 用急沙仪得出的研究结论 他始终怀有强烈的好奇 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沙粒究竟是怎样移动的呢 今天 先进的风沙风动实验装置 可以模拟各种风速下沙粒的运动形态 还原风沙运动的真实过程 在高速摄影机捕捉的影像中 移动的沙粒竟然出现了明显的分层 最细的颗粒悬浮在上层 中间的颗粒像抛线一样 跳跃着前进 最粗的颗粒则贴着地面缓慢蠕动 风沙动力实验结果证实 蠕动和跃移的沙粒总量 在风沙流中占据多数 而它们移动的高度 恰恰是在距离地面5到10厘米之内 这于50多年前 朱振达凭借简陋的急沙仪 海量的数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高度一致 它这些实验也是为后来 就是我们国家布置沙障 草方阁这些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我们草方阁布置 为什么那么高度就够了 没有它这个理论指导 我们当时是没有把握的 501 看似简单的数字 却揭示出沙漠演进过程中 恒定不变的规律 从控制流沙的角度看 沙尘暴只是偶尔出现的 极端天气现象 而近地表5厘米之内永恒移动的风沙流 才是威胁河流 绿洲 人类文明的隐形杀手 风沙流移动规律的扩解 不仅是百年来人类探索沙漠形成与演变历程中 一次重大发现 以为中国防沙制沙系统工程 得以赴助实践工程中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根据这项研究成果 中国对从苏联引进的草方格进行了改良 麦草高度控制在20厘米以内 不仅节省了材料 而且能够更好地阻挡紧贴地面5厘米流沙的移动 此外草方格杂质的面积 也从苏联的五乘五米缩小到一乘一米 这个五乘五米的方格中间 它在一分时又吹走了把这个沙子 那么一吹一的话 它正好吹不走 它就把沙子都流到里面 今天草方格固沙 已经在中国北方广大沙区大规模铺开 根据中国沙漠情况改良的草方格固沙 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科学有效的固沙手段之一 为全球沙漠化质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995年9月30日 全长565千米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贯通 这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沙漠最长的公路 绵绵的草方格阻挡了流沙侵袭 保障公路安全通车 这片被提往隔离的区域 是朱振达在克尔信沙地上设计的试验项目 他要看看完全进入一百年后 这片严重沙漠化的土地是否可以恢复升级 令研究人员感到吃惊的是 仅仅二十年过去 这片区域就出现了以榆树为标志的西树草原的景观 96年把它全部把这个化墨压力撤销以后 让它自然恢复 但是没想到那个啥 我们在对照里头到这个00年的这段世界 就出现了渔树的生长 它无心始终告诉我们 有非常好的那个趋势 但是只要我们管理得到 那么这个退化的区域仍然能够在20 30 或者是更差一些的年缝之内 能够恢复到这种景观 这是一种希望 翠雨滤的草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通过就是雨水冲击跟这些大气酱水一块沉积在这个沙子表面 那么就是最初 那么就是形成这个南枣洁癖 那么大概这个过程 如果草方阁扎上 这个地方不被破坏 大概5年到10年就形成这个洁癖 原来草方阁在抵挡流沙的同时 还能降低方阁区域内的风速 在漫长的时间中 方阁内的水分得到保持 湿度逐渐增加 最终藏类的微生物开始了缓慢的繁育 逐渐形成一种被称作生物土壤洁皮的有机物质 通常草方可扎至5到10年后 麦草逐渐腐烂消失 洁皮开始形成 这场庄严的交接仪式意味着沙化区域在人工维护下开始形成土壤再造 今天的沙坡头在黄河南北宽700米长4200米的区域内 曾经高大密集的流动沙丘 被洁皮和沙漠灌从组成的生态系统取代 铁路攻动 驰骋将也畅通无足 为这片荒丸的土地骤入生机 这是人类在沙漠中创造的奇迹 这是科学服务实践的最佳力证 更令人欣喜的是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理论研究和以外试验 沙坡头已经形成了以草方可固沙为核心的五代一体的制沙模式 从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制沙系统工程 这套工程体系正在改变全球土地沙漠化的进程 2005年来自国家理业局的一份监测数据 让所有人沸腾了 这一年中国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第一次出现了缩减 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首次 它意味着土地沙漠化不可逆 其实是一种误判 人类的智慧科学的手段完全可以扭转 杀进人退 最终实现人进杀退 这一刻 中国制杀人为之奋斗了整整53年 遗憾的是从1999年到2006年 朱振达生前的最后七年都在病榻上度过 他再也没能榻上正在恢复的沙化土地 他开创的中国沙漠与沙漠化科学 正在成为无数年轻学者投资青春和热血的科研领域 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中国沙漠化环境治理模式 正在全球的干旱地区发挥重要的影响 曾经疯狂扩张的大漠 终于和人类握手言和 风沙转顺其事 而那些曾经努力追寻他们踪迹的名字 永远不该被我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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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币都有两面一样 沙漠在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同时 也给人类带来了可供开发利用的许多宝贵资源 所以有人称沙漠浑身是宝 且不说沙漠底下蕴藏的石油天然气和各种矿藏 就说沙漠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风 就可以用来发电 还有沙漠里日日曝晒的阳光 也是一种清洁的能源 而随着科学家对沙漠的研究越发深入 我们人类对沙漠的治理和利用 也将会越发合理完善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